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姿态的硬盘 这个硬盘的型号是姿态的7100 准确来说这块硬盘的损坏原因应该是属于人祸 因为它的外伤还是比较明显的 可以看到侧面这整块主板都有向下凹陷的迹象啊 其实这种情况我在前两个月也遇到过 而且上面还带了一些硅脂 于是我就询问了对方 是不是在安装散热器的时候用力过猛 把这一整块主板给压弯了 对方的回复更令我震惊啊 说是主板可能是掉下去以后砸坏的 然后我又检查了一遍 可以看到它旁边这里是有一些掉件的 之前它应该是砸到了右边这里啊 可以看到上面的吸球都已经被压平了 能感受到当时的冲击力还是挺强的 其他地方暂时没有发现损坏的迹象 当然它的颗粒有没有内伤 以及这个主板是否存在掉点 从表面上肯定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先通电检测一下 电流是跑不上来的 正常这一块盘上电以后应该会跳到0.4的电流 而目前的电流只有0.15 主控摸起来也没有发烫 不知道这个主控有没有被砸坏 反正主控肯定是还没有工作的 因为它磕碰到的这个地方比较靠近电源芯片 所以不排除这个电源芯片会损坏 三个电感都没有电压输出 只有一个1.8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我又观察了一下 电源管理芯片这边 其实还是碎了一个角的 就是图像上面看到 闪闪发亮的这一个地方 所以这一个电源芯片有大概率也是坏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拿一块料板 把这一个电源芯片给它换上去 这块料板是之前网友拆马甲的时候 把中间这一个颗粒给它一起拆下来了 不过这个电源芯片倒是好的 顺带把旁边掉件的这些地方也给它补上 接着把这个焊盘给它处理一下 右边这里是掉了第一颗 还有倒数第二颗的电阻 把这个电阻也拆下来 电源芯片补完再来看一下 目前这个电流倒是可以跑上来了 但是电流好像跑得有点低 再重新测量一遍 1.8V 1.2 0.8 2.5 电压是全部都有 证明这一个电源芯片是已经正常工作了 现在上机它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估计这一块盘还有其他地方是存在问题的 短阶测试 也是没有识别到这个主控 应该是主控下面还有掉点或者空焊 当然也不排除这个颗粒下面也存在问题 先把这个主控给它干下来 主控下面打了一些胶水 整体上看起来倒数还好 主控的焊盘我又给它清理干净了 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它是有一个点位掉了 而且这个点位上好像还有连线 目前暂时不清楚它是接地还是有信号线的 如果它只是接地的话 1.8不会影响功能 假设它是有功能相关的信号 那就要看它有没有真正用上了 咱们再把这个主控给它干上去验证一下 现在这一个主控是已经可以轻松识别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颗粒ID 点一下这个问号 打开以后呢 我们再点这个flashID 可以看到 这里确实是有颗粒ID是00的 应该是缺少了一颗 我估计是压到了这一个颗粒导致的 咱们再把这个颗粒也给它拆下来 看一下是不是底下存在掉点 颗粒下方其实还是挺好的 并没有看到掉点 因为主板的这一边还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向下凹陷的情况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给它做一下正骨手术 给它往下尽可能的压平 压的时候还是不能太用力 万一用力过猛 是有可能会把这一整块主板给它压断的 接着再把这个颗粒给它装好 这一个整形手术从外观上看起来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可以看到 刚才凹陷下去的地方现在都在一个水平面上了 我们再通电看一下 现在电流可以跑上来了 而且有跳变 这个电流看起来有戏啊 现在正骨也做完了 颗粒也重装了 咱们再来试一遍 好的 这一次硬盘是已经可以轻松识别出来了 咱们再来试一遍